你好,我是客座編輯梁宜辰 今天來到Vogue Beauty Hair實驗室到底要做什麼呢? 想要瞭解現在的女生的怎麼整理、照顧頭髮的 光有官方的大數據可是不夠的喔 今天我就要走出實驗室 實際訪查 看看現在的路人們 對於頭髮保養的觀念有多少呢 現在我來到了東區街頭 要來實地的訪問路人們 究竟現在的女孩 對頭髮髮質的保養觀念有多少呢 有一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要有個簡單的 關於頭髮的保養的訪問 請問一下你們兩位 多久洗一次頭呢 我的話用短頭髮是每天 不一定耶 看心情 我大概兩三天吧 感覺好像常常洗 就是髮質會比較差一點 大概每天都會洗 每天都會洗 這麼勤勞 你洗完頭都是用什麼方法用頭髮乾呢 我都用毛巾擦一擦 然後擦到半乾然後再吹這樣子 用毛巾擦乾 然後就是大概拍一拍 然後就自然風乾 就是吹到半乾 我是用毛巾把它壓到乾然後放在旁邊 不會特別用吹風機吹嗎 吹完頭髮都變得很乾又毛糟 你看我頭髮變得超乾的 摸一下 這個是稻草的觸感耶 自己出門整理頭髮造型的話 你最喜歡弄的髮型是哪一種 有點圍捲自然的那種髮型 就是這樣子 直髮順 就像現在這樣子嗎 簡單快速出門最好 如果你的髮質真的壞掉 你會怎麼處理 床用護髮產品啊 就不管它 蛤 我都會去剪掉嗎 特別保養頭皮的妙招 生薑擦頭皮 生薑擦頭皮直接塗在頭皮上面嗎 就網路上爬紋 用感染油 是指煮菜的感染油嗎 對 感染油 你會自己用像電棒捲啊 梨子夾啊 或是玉米墟等等的一些整髮器嗎 如果早上不趕的話 會用電棒捲一下頭髮 不會 完全不會 因為我之前用都燙到鎖骨什麼的 蛤 我會想啊 可是因為短頭髮好像沒有辦法做什麼造型 我之前有用 可是因為我用完之後 其實我用不出 就是髮型師用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後來也沒有再用了 所以連短髮你都會覺得造型很難做 對 哇 聽完了這麼多女生 對於頭髮保養的觀念 還真的蠻多問題的耶 就連現在要天天洗頭 還是幾天洗一次 都是一個迷思 那麼現在Beauty Hair實驗室 就要為這些髮質問題一一破解 Hazya Tay F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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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 Tay Fi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